看完了安培定律安培右手定折之后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那么有一个磁针放到这个磁场中 就会受到磁力作用去偏转 那请问你他到底是怎么样偏的 到底是如何偏的 那就要先复习我刚才已经提示过 早上讲过的话 磁力线的什么方向是磁场方向 什么方向 两个字 什么方向 磁力线的什么方向是磁场方向 切线方向 就是哪一级的受力方向 N级 就是哪一级的指示方向 N级 好 那刚才讲过那个同心圆那一圈是磁力线 对不对 磁场方向是他的切线方向 所以我要做切线 我要去做切线 那个封闭的同心圆是我的磁力线 那么他的磁场方向是这个磁力线的切线方向 切线方向 所以同心圆的切线方向就是我的磁场方向 也就是我N级会指示的方向 让你看到你一笔就知道 哦原来我的磁针偏转 我磁的磁场是跟我导线互相怎样 垂直的对不对 你手往上然后旁边一圈切线出去 都是跟我的导线是垂直的 都是跟我的电流方向是垂直的 OK 好 所以就这个图 那个蓝色的箭头 就是我真正的我磁场的方向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就是切线 好 他就是切线 他为什么没有拨 来我们看他出去再回来 他不会拨 他没有在跑 就是 你看到这个蓝色的箭头就是N级 每个位置都不一样 那每一个都是他的切线 每个都是他的切线的位置 所以 这就是考试会问你 比如说我就问你说左边那个区针朝哪里 N级朝哪里 或者是下方的区针 N级朝哪里 就是考试问你的问题 就是要做什么线 切线 好 就切线 那么这个是一个目前是没有受电流的 所以区针像直直的反 然后通电以后 就切线了 就切线 他就照样 照样偏转 可以吗 好 然后最后是男一版 刚才那个动画 刚才那个动画 就是原来这个 现在把它放时针 那请注意啊 左手边圆圈圈打叉叉 是弓箭的尾巴 你看到弓箭的屁股 表示弓箭射进去 这代表电流流入 这代表电流流入 然后旁边有一个圈 一个一点 一点跑出来 这表示弓箭的尖尖的 而电流怎样 流出 电流流出 所以右手边是电流流出 左手边是电流流入 然后呢 看右手边电流流出 你就手一握 哦 发现他尺场方向什么方向 展了 逆时钟转 对不对 逆时钟转 可是真正的尺场方向 是磁力线的切线方向 所以在右边 切线是朝上 所以他红色N级是朝上的 在下方 切线是朝右 所以他红色是朝右的 所以呢 左边的 右边的尺针 N级要朝上方偏转 下方的尺针 N级要朝右方偏转 好 是就问这个问题 听懂吗 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 转化的状况 这就是我们的动画的情形 OK吗 OK 那么我们要请各位注意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 不要不知不觉用左手 大部分人是右撇子 右手拿笔写讨件就把左手拿出来笔了 结果答案全部相反 所以请你不要不知不觉就拿左手出来 我们叫做安培右手定 怎样是右手 第二个请弄清楚 一方位比划 有的大哥大姐 手就拿到旁边开始笔 题目是由东向西 手拿旁边笔 题目是由南向北 拿到旁边笔 题目是由下而上 还拿旁边笔 完全不管你最好是空间 他有这么清楚了 好 你就照比 题目如果有东西南北 回答案请用东西南北回答 如何有东西南北 一图上画 二 他放一个直北针 到去哪边是北 听懂吗 所以题目有东西南北 用东西南北回答 题目没有东西南北 用上下左右回答 我们考试不喜欢讲前跟后 因为前谁的前啊 是你的前还是考对的前面 那会相反对不对 我们平常不会用前跟后 我们会用入纸面跟出纸面 进去或者出来 一定会出来 所以就考试回答 然后题目如果说电流游东向西 就比游东向西 前面北方右手东 左耳其就比 右到右到左 OK吗 题目说游南向 我就照游南向来比 好不要随便乱比 再来 我们讲的是电流 电流是正电流动的方向 可是题目可以给你复电 说有一个电子游南向北动 电子游南向北 那电流呢 游北向南 它会相反 OK吗 所以要记得 我教的是电流 电流是正电流动的方向 考试如果给的是复电 要反过来 再来 这个指针可能会放在上面跟下面 最早的最早的那张 头里面可以看到了 摆上面跟下面 不然会复一样对不对 所以请你看清楚 正常都应该看得清楚 就除非你真是都不好看 看得清楚 那个线有压过持针的 就表示持针在下方 如果是持针盖住针 盖住那条导线的 就是持针在上方 有的是 有的题目是用文字写给你 有持针放在导线下方 那你就知道 有的题目是画图给你看 那你看得懂那个图 画出来是什么样子 这就是你必须要注意的事情 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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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